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一起来记事行了 哇 有这么多人要拜访哦 那你还不赶快出发 嗯 好吧 走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位 跨媒体创作人叶准准 她擅长画漫画 她是舞台剧 电视节目 电视电影的导演 而且她还是一位作者 更是动画师呢 各位爱创作的朋友们 看过来 看过来 我们马上带你去向她偷师 现实一下她以各种创作媒体 来说故事的功力 到了 开始咯 今天我们就来到 叶准准导演的工作室 准准导演你好 因为我跟叶准准导演呢 也合作过好多次了 那也知道准准导演呢 是外冷内热的人 然后心里面有很多的想法 我讲的你有感受过了吗 那我知道呢 准准导演也是一个漫画家 同时呢也涉及过 电视制作的领域 也是电视节目的这个导演 那还有音乐舞台剧的导演 导演 为什么你可以有那么多心思啊 去兼顾那么多的身份啊 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你有这样子的念头 做这样子的多东西 艺术嘛 艺术它就是很丰富性 它就会吸引你去尝试 去学习 所以慢慢的有机会 接触到不同的领域 刚才你讲到什么漫画家什么 其实都还不算是家 就是喜欢 然后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自己的风格 统统起来 我们讲结合起来呢 它可以是一个作品 刚好在这个时代 也有多媒体的这个发展 所以它可以变成一个工作 它也可以变成是一个创作的形式 可是导演你看啊 你在90年代开始 就是算是踏入社会 90年代 算是踏入社会嘛 对不对 你看那时候就是可能 以漫画的这个身份 跟音乐舞台剧啊 电视制作啊 它怎么样都没办法扯在一块 可是你偏偏 就不偏不移的 这个也串联到 那个也串联到 然后到最后有一个平台 去好好发展你所有的这些才能 当如果你叫我 recall回那90年代的那个时候啊 这样子好像透露 我眼的年龄哦 不用透露就看就知道 它本来就是一个年轻人 就喜欢什么就尝试什么 只是特殊性是在那个年代 它可能各自的领域都分分的很开 分野的分的很清晰 你要就干干脆去干一行 学一行这样子 可是我的性格 让我对什么东西都有兴趣 所以这也是很多人 当这是问题的地方啦 从小或者年轻 或者可能到现在 人家都觉得是问题啦 可是想挖掘 想知道 想触碰那个艺术的形态 盖过这些理智 全部人告诉你 最聪明的做法 就是专心一样的 可是 那时也不懂是对不对啦 就是我不理 我就是喜欢 我就做 总之我一定会花一段时间去研究 所以我又会跳起另外一个做法 又会跳起另外一个做法 人家不理解我能理解啦 尤其我们说我们在那个 科技或者网络 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 从漫画到动画 夜准准导演的作品 歌人风格强烈 在视觉上充满趣味 骨子里的内涵却耐人寻味 在舞台剧 短片 电视节目 及电视电影方面 导演已处理手法 新颖独特 内容扎实著称 不止能够打动戏外的观众 就连戏中的演员也大呼过瘾呢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累积了无数的创作 其中有一些还曾经获得奖项的肯定呢 那我当然也很好奇 导演你在兼顾那么多东西的同时 请问你的创作灵感 从何而来 可能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会影响他 后半辈子的命运 是 一生 所以我回想的话 我会觉得我成长在一个很特别的背景 充满人 充满故事 不是我的家里人多 是来的人多 因为我家里有开台打麻将 四周围的人都会来 跟我妈妈一起抽脚就来了 你不只是打的是个人 看的人也很多 什么职业都有 我慢慢 小时候我有一个感觉 你们慢慢会觉得 这是我的家还是他们的家 他们搭一下我家 很有兴趣的那个东西来浓过我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小小就建立看到很多面向 很多上课上课 老师教不到你的事情 你都先提 会先想到了 会看到 所以这样子也可以说 准准导演你的那个观察力 其实蛮强 是因为在这样子的环境下被试炼出来 以前没有得上网嘛 对啊 东西都是活生生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看了 而且小孩子也没有人注意你啦 不得空理你啦 大家都在忙他的事情 这么好玩的东西 所以你就是自己找一个方式去 以这个环境相容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终于知道叶真真导演 为什么可以尝试那么多东西 而灵感创作 灵感还是可以源源不绝 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影响的元素 这个是影响的元素 有人说创作人都是寂寞的 但叶真真导演的创作道路却是非常热闹 他乐于教导慷慨分享的性格 令许多年轻创作人从他的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 他喜欢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不同的合作伙伴 以撞击出不同的火花 我认识准准导演呢 其实是一个演员介绍我认识你的 我不晓得你还记得吗 演员 诗传 汪诗传 那诗传曾经跟我说过 准准导演是一个很喜欢提拔后辈的一个导演和老师 所以呢 他就觉得这个导演跟老师在他心目中都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一个导演会想要提拔后辈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心态呢 我自己想到我以前想要的时候 真的是有人给我啊 不想要的时候人家也不勉强我啊 我们有一种情意接在啦 与其说是老板倒不如我说他是社会大学的老师 他是一个很愿意教导人很愿意给人机会的一个老师 我只是一个习惯你来到跟我合作我就有一个伙伴心态 从他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很多以前我一直啊就是没守成规一些很刻板的一些想法啊 都会从他的一些交谈上得到一些所谓很比较创新的想法 我反而觉得我比他好像更加很若武还是什么这样子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叶准准导演更多一点 就要看片段咯 坦白讲就是早期我其实已经听过叶准准导演这个名字 对因为之前我有演舞台剧嘛 然后剧组演员他们都有提到叶准准导演 印象中他是画漫画的 过这一次就是他是那个舞台剧的导演 是是 跟他见面的时候我是可以用两个字形容他 其实他是一个字啦 C YES 所以第一次见面七八年前见面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好像没有差 我觉得其实准准导演这次给他感觉是非常非常严肃的吧 他真的是很严肃 然后他完全没有笑的 他就说你是艺人啊 起针对不对 OK 他不是像就是正常人 就是说你好艺人啊 这是起针起针 对于叶准导演你第一次见面会不会很像起针这样子 也是 人数两个字 我会讲说是对老师是一种敬畏感 对 也是跟严肃没有差别 多位跟我们叶准导演合作过的艺人朋友啊都觉得准准导演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当他在对待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抱有一种很认真的态度去处理去应对的时候 身边的人无形中就会觉得为什么还要这样认真 就害怕 达不到他的需求了 只要他一开始我们大概就会静静的 是有一点紧张 他是骂人吗不是 其实不是耶 这很奇怪 我不晓得是他讲话的痛还是怎么样 很有那个威严 非常的有威严 而且这一句好像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威严 对有一种就是在一个导演的一种职场的一种威严 所以很自然看到就是有这种感觉 因为我是作品论的一个导向的一个创作人 我觉得凡事都会在创作里面呈现 我不记得要开心快乐还是什么 在apply在作品上 例如你要澎湃 你要伤心 你要感动 所以平时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样子 我没有多余的东西 因为我想回归作品 当然能做到轻松更好 可是我不拿手 我只能这样子 叶准准导演所合作过的对象 有大朋友小朋友甚至是老朋友 而对方的背景 无论是学生艺人歌手音乐人或专业演员等等 导演都是一视同仁 认真对待 让我们来听听跟他合作过的人感受如何吧 他创作的东西都是很有power的 很热血的 很热情的 然后对自己的作品还是人 身边的人都不会敷衍 跟到准准导演就是很不一样 因为他的东西 每次给我东西 然后我感受到的都是很不一样的 那种心里的感受是很深 然后有时候甚至到无法表达出来 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从事创作嘛 来到大家在一起 你演的 你用音乐 你用图画 我用导演很多故事串合起来 其实就是回归到作品 第一次合作 你们就合作了歌舞剧 对 那演的部分的话 尤其是舞台剧 他肯定挑战度是来得更高 因为在舞台上必须要 很好地去呈现另外一个角色 而且要说服观众 而且我们没有视镜 我们没有audition的直接来 就直接定你是这个角色 对对对 他安排了一个 阿兴的角色给你 据我所知这个角色是蛮粗犷 然后说话有点粗鲁 跟你现实生活中的你是不太一样的 对 落差非常大 是 一开始参加这个舞台剧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迷茫 因为我们只初步了解 就是整个故事表面的一些讯息 还有比较表面的一些表演方式 彩排或者是在练的时候 我其实一直都不过关 其实导演 我看导演的 整整导演好像已经快要放起来 不行 人不不行 然后我心里当下觉得 怎么办 我其实很喜欢去寻找一个人的潜能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方面很缺 就是很多人很有才能 他没有用在一个位置上 或者毫无头绪要怎样去展现 他懂他很喜爱 可是他运用下来可能不着力 或者不懂得怎样发力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人家给他们一些概念的 然后有时候导演会亲自下 就是下手去示范给我们看 怎样演啊 怎样去表达啊 就是有几个东西给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他就说 人风每个人的身上都有阿神 他就这样讲 我第一次在听的时候就说 真的吗 我不是喔 但是最后我在下话我就觉得是对 其实每个人的 在每个人的个性或者角色 其实都有不同的层面 我以前搞的东西都是 就是先注重那个人 我去了解那个人来呈现 而不是说只是看到我自己要的东西 舞台上用了很多的元素啊 像镜子啊桌子啊灯光啊气球啊 呼拉圈 是然后再加上艺人们的这个对白 然后逐渐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才会了解到喔 原来导演是要这样子的 他会有一个整合 所以他的艺术有趣的地方就是这样子 表演艺术也好什么也好 你真的要找到很多联系的东西 然后阿星呢 他就有就是到了最高潮的部分 就是拿了一个气球 然后一面唱 一面去宣泄他的情绪 然后把那个气球压迫 我在演的这个过程中觉得 哇原来舞台就是可以这样的表现方式 除了就是很生活的去表演 同时间也把一些异象的东西去呈现出来这样子 当然以我个人跟准准导演的相处模式 我绝对觉得准准导演除了外表很认真之外 很严肃之外 基本上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而且很乐于分享的人 因为你好像有常会去跟一些学校啊学院啊 如果有邀请准准导演的话呢 你都会很乐于的去分享的 我觉得如果你做创作或者你在推广艺术 你不喜欢跟人家分享也很乖啦 不是善良不善良的东西 做坏事也很难啦 善事比较容易做 就是跟人家分享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需要推广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创作自己的东西 至于我心里明白啦 我们这个地方最缺的也是这一块 于是我们的HAPPY MOVE 这个多媒体创作平台呢 就这样子诞生了 HAPPY MOVE 到底这个网站在做些什么事情的呢 等一下我们就来窥探一下 HAPPY MOVE快乐网成立于2012年 目的是为了要跨地狱 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创作朋友 通过各类型的作品来凝聚 和散发正能量 快乐网成立至今 已成功举办了数场的 全国巡回表演与分享会 以及两项大型的国际比赛 并获得热烈的回响哦 你们有猜过 到底叶哲哲导演当初为什么 找你做这个快乐大事 应该是我相信这的单曲吧 相信了 对了 这个相信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很传递正能量的一首作品 身为一个创作者 你最幸福的东西 就是可以为自己所思所想负责 不要怕 人家骂你或者不骂你 其实在家里从小都有的事情 小事情都会有这样的事情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所以你敢负责了你就会成长 别人也会成长 那快乐大使在我们快乐网 Happy Move里面 担任的这个角色肯定就是传递正能量 那目前为止其实做过了哪一些的活动 其实还蛮多的 对 其实我一加入的时候我就有参与过了 就是公益短片的那个颁奖典礼 然后还有图文创作比赛 还有就相亲者的分享会 那主持人导演你在办这个工艺短片大赛的时候 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想要创造些什么东西呢 去通过艺术来做好事 所以影片现在是很流行的 随手一个相机 手机 再简介 简单的简介 你就可以告诉人家你生活上的东西 就趁这个时候利用这种方便的媒介 可以看到各地传达来不同的好事 我们要的是生活气息 拍短片是可以说故事 只是说我们说故事的方式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是用嘴巴 用肢体 或者是用文字去说故事 但是我们利用影像 利用镜头去说一个故事 更重要的是 从中我还认识到了一般 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就是大家都是喜欢拍短片的 说真的 大家都认识了 然后可以大家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因为很多短片虽然很感动 但是你都是看了 可能在Facebook按一个like 故事就完了 你就在那天感动 那一天你可能会motivate做一点东西 而这个比赛是让你更深入地进去 不一样的阶段 因为它可以跟你看到那个故事里面 真正带出情绪的那个人 那个导演 或者是那个演员 我之前曾经参议过这个Happy Move 他们这个好人好事公益短片大赛的评审活动 以及也跟着他们走进了其中一个校园里面 去跟这些年轻的朋友做分享 那分享过后呢 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Happy Move本身做的活动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是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有一点 对我来说有一点无感 就是没有什么感觉 对很多事情其实已经太过频密去接触的很多资讯以后呢 那个感受渐渐地消失了 反而因为透过了这个好人好事或者Happy Move的所有的活动背后呢 他们把一些很感受性很软性的这种方式渗透进其他的族群 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这些孩子里面 其实这是我们的快乐网的主席 他要求说我们能不能去跟他们谈一谈啊 我说要谈啊 很费功夫的 可是他就想这个其实我很想做 我很想大家去进行 我觉得为什么不就去进行 只是要集合那些可以分享的对象 去不同的点 一站一站跑 其实他很考功夫很考安排的时间 人力财力物力都需要配合 所以这种走入人群这个东西寻回呢 很多我们去联络的单位都会想 为什么要分享 我觉得其实还蛮特别的经验 因为之前可能进入校园都是为了去宣传专辑 对 可能是一个签唱会的仪式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其实就认识了很多很多 应该是算是之前我应该都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学生 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分享的嘉宾 我觉得我人生当中就觉得万万都想不到 跟他们一起就是可以去参与这分享会 而且最主要是分享一些相信者的一些信念吧 另外一个活动就是图文创作比赛 那那个又是一个怎样的形式来进行呢 离不开好事 你要嘛就从商 要嘛就从医 很少人会从文 这样到底这个从文的这个文化到底是怎样的 而我来到这里的时候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亲切 还有是一种鼓励 我觉得创作手法不现真的是 真是超级很喜欢 也邀请一些专业作者 著名作者 作家 来给他们一些分享 一些feedback 也有奖金 我和妈妈一起创作 我们的作品名字叫三十一度 它是就讲我穿着这个spine cord 然后就调整着我的脊椎骨 所以那种辛苦也不是别人可以懂的 我女儿跟我说了一句话 然后就让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参加 我们有时不善于用话来关心 我们就用话来关心 话的话 因为这个创作比赛 它的代表是相信者 所以它这个相信者就带给我们的一种power 创作对我来说 其实是一种有感而发 对我一个鼓励 这是人很美妙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要害怕它 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能嘛 你叫乌龟唱歌给你听 那才害怕 你叫狗 狗狗花花眼你看 它已经是杂技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害怕这些美妙的东西 我觉得很感恩 因为你得了这个奖 你就不会就忘记 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作品 让我相信着我可以好起来的 我的伙伴 我的团队 只是尝试 在我们能力范围内推广一种氛围 你的好绝对是一个力量 绝对是有功能的 创作集合起来 它绝对对这个生活是有另外一种风貌的 就好像以前的前辈用书来感动你 用歌来找到你的功名 一种美丽一种美妙的东西 诗歌啊什么 我们其实只是在延续这种东西 好 大家都说导演很严肃 依我看来啊 就是因为这一份认真的态度 才让他完成每一个任务呢 说得真好啊 Happy Move快乐网 就是拥有了一群非常认真的工作团队 所以呢才能制作出更多的好作品 散播正能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嗯 认真工作 完成任务 那必知我们要保持这一股正能量 下个星期继续寻找好人物 那我们就下一期见咯